有枪 还有枪 出口越多越好 小子 你以为我是那些蠢蛋 那么容易就让你跑掉 让你看看这招 不好 她要用电门 她要工人 我想送你出去 可是你怎么办 我怎么用办法出去 别动 是那颗药丸的作用 让我可以通过电门 可是为什么她 难道是最后一颗药丸 怎么能救她出来呢 我可以用木桶把她带出来 我要救她出来 这一次不能做一代毙 你们是打不过我的 天心 这边 快进来 快 别让他们跑掉 这样很危险 我怕再见不到你 也不想再一次因为我的懦弱 失去重要的人 蝴蝶哥哥 你看到了吗 我便勇敢了 赶快取消电门 给我追 是 老大 电门不能求之关闭 还要等二十分钟 废物 就是前面那两个人吧 是他们 不过这个P组织的王牌杀手 怎么还带着一个 王牌杀手也不怎么样嘛 不仅没抓到坤哥 还把自己搞得这么老费 本来确实非常需要我们的救助呢 那个坤哥 我要让他付出代价 快 你先走 但是我会被拖累的 先不要说话了 一起走 刷车吧 我们先离开这儿 只帮你了 有机会行动 他要抢车 下车 你就这么对待你的合作伙伴吗 别忘了 是你们先刷的花样 你还有三秒钟的时间离开这儿 期待以后的合作 我的车 还有很多喜要言呢 我的欧医生 明天少爷 还有三十分钟就会到达鸟界 您是要直接入住酒店吗 我改变主意了 我要去欧院那里住 可是欧少爷他 现在从欧家搬出来自己住了 也不知道到底办到哪里了 老管家 凭你的人脉 欧院的地址 你还不是分分钟能拿到 蝴蝶哥哥 哥哥 不要 都这样了 心里最惦记的还是他 蝴蝶哥哥一定会来的 他在那儿 小鬼头 我们终于见面了 这个人好可怕 我要蝴蝶哥哥 不要这个浑身脏兮兮的怪人 他只想等蝴蝶哥哥 你对你的蝴蝶哥哥 也一样不过敏吗 我会把你治疗得越来越离不开我 我的医生 当我醒来的时候 那人的眼神就像只饥饿的狼 紧紧地盯着我 好像我是属于他的恋物 会随时把我吃掉 而我 接近他还有另一个目的 想获得他的信任 让他帮我找到我的蝴蝶哥哥 我知道 他有这样的本事 小月月 我回来了 你是什么人 你要对他做什么 明天怎么突然从美国回来了 你在质问我 别 他是跟我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你的旧爱 不是 是好朋友 又是好朋友 别担心 我们会好好相处的 别碰他 他不喜欢被人碰 如果你再欺负 可他喜欢让我碰 你不知道他有多喜欢这样 不可能 你这个骗子 比他下几岁 他不想尽 傻子 他好了 说 你 他